刚刚的这个方法 ok if L 然后 if 曼时这边主要关键是这个 曼时 A2 不等于 A2加1 ok 那这个当然如果你没打错的话 应该最后结果就会 都不会是符合我们要的 然后利用if L 把它顾虑掉 那底下这边有个方法二 这个方法二主要是因为在 Excel的2003 包含以前的版本 没有if L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能如果是旧版的话 你只能用下面的方法 其实会相对复杂 但结果也是ok 只是说我才会提一下 因为之前还真的有 公司还在用旧的版本 不是每一个公司都直接用最新版 所以底下是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礼拜六礼拜天 希望给不同颜色的话 方法至少 这边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用 内建的功能 就是格式化 设定格式化条件 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写VBA 写VBA的话 就是这一串 OK 其实里面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就是Fone的color 有没有 跟Interro color 有没有 Fone color就是字的颜色 Fone的底 底色就是Interro color 然后呢 这边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他的weekday 所以在VBA里面 一样有个函数叫weekday 给他那个储存格 的资料 判断一下 是不是等于7 等于7的话 就礼拜6 然后就格式化底下的 如果是礼拜天就等于 1 然后就格式化底下的 其实两个结果都一样 只是说呢 当然 弹性 我是觉得VBA会比较好弹 因为你可以在自己再改写一下 那设定格式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设定格式化1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边礼拜六礼拜天 把它挑出来的话 当然你不要傻傻的 自己在那边 礼拜六 你希望礼拜六 我一个深绿色的字 深绿 浅绿色的底 就这样 礼拜天的话 也许是 红色的字 然后呢 这个 黄色的底 这样 那当然只有一个 如果五十二周 你不 五十二次 对 太浪费时间了 但有个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就是这个刷子 而且刷子你要知道 按一下跟按两下 是不一样的 按一下呢 是复制一次 按两下的话呢 就怎么样 可以不断的复制 有没有 但你还是要一直点 点五十二次 红色 里面又要点五十二次 所以这当然不是好方法 OK 不过我发现很多人真的还是不会 不会就只能用这个方法 我就很辛苦 每天都在做一次 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你一定要会 聪明一点的方法 神的很多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省掉很多麻烦 最好一劳永逸 不过一劳永逸 真的 我跟各位讲以后 还是得要用程式来解决 很多事情 甚至自动全部报表完成 自动寄给对方 看你要寄给谁 自动时间到都寄给他了 而且现在很流行用视觉化报表 有没有 也是可以 这些都没有问题 只是说那个背后 都要写程式 如果你用这个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这个就变成你要滑鼠 键盘 每次都要再敲一次 每次都要再敲一次 那这个是人工的 程式是自动的 OK 只是说他不是每一个那么厉害 一下把程式全部学完 所以我们渐进的 OK 渐进的 然后 第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 也不是写程式 我们可以用一个功能叫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新增规则 不过新增规则 特别注意 他里面有123456 哪一个可以呢 其实只有最下面这个可以 使用公式来决定格式化 也就是你可以 把 Essal里面的公式 放到这边来 让他做逻辑判断 但是记得1 你要先选举范围 跟他讲说你要格式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们的范围从 A2 所以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我之前讲过整个选举比较快 但你也可以用滑鼠选 我比较不建议 2的话呢 先告诉他这个范围 2告诉他说新增的规则 帮我怎么样 只用公式来决定 特别是只能用公式 上面5个呢 都不行 只有第6个才可以 OK 然后呢 格式化为True 所以你要给他一个逻辑 有点像if 什么条件 所以那个条件就是什么呢 而且那个条件记得 开头一定要是等 等于什么呢 等于week 对我们刚刚不是用到一个weekday 函数吗 那个函数 可以在 Essal里面用之外也可以在这边用 不过呢 这边一定要自己打 他不会提示 你要全部自己打 不能打错 等于weekday 刮胡 然后跟他讲说你要判断的储存格 其实那个储存格就是 我们选取范围 的 第1个储存格 那就是什么 A2 所以跟他讲 A2 你帮我从A2开始 然后怎么样 A2 A3 A4 一直一个慢慢的判断 所以你只要跟他开头就好了 然后这个范围就全部要 比对的 从这边开始 所以A2有点像从哪边开始 OK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如果等于 假设我要礼拜天 礼拜天就等到 等于 1 对 weekday 我刚讲过 美国人的那边设计 思考 一个礼拜第一天 礼拜天 如果 假设礼拜六的话 那这边应该改 7 OK 所以我们1 如果这个条件为处 而且这个条件记得 比较麻烦的 他这个好 你前面的等号没有也不行 所以固定 等于 这个条件 所以有点像return到前面去吧 OK 然后呢格式的话呢就是 跟他讲说我要字的话是红色字 填满 红色的底 按确定就这个 记得 先把它复制起来 为什么 因为等下礼拜六可以拿这个来改 好复制 确定一下 有没有发现 底下全部OK了 那当然礼拜六怎么办 没关系再新增的规则 再到公司来决定 把刚刚复制贴过来改成 7 有没有 然后呢再格式一下 字的话呢 我这边用 深绿色的字 填满 浅绿色的底好了 按个确定 有点cd是这样 按确定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他就全部都帮我做完了 有礼拜六礼拜天 一次呢就全部OK了 那 待会的话呢 如果我们用VBA的话 请各位再把它复制一个 按cd键 那这边把它改成VBA 好 VBA 但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把刚刚这个格式清空 你不能说 因为你这样把它好 假设很清 要清空的话特别重要 你不能从这边 比如说油漆桶 你要把它变成没有的 你要 无填满 奇怪 怎么还有填满 无色彩 你怎样你会发现怎么改 特别说如果你要把刚刚那个东西去掉 你不能从 这个地方下手 你要从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什么 清除 整张工作表 OK 所以特别说你要清的话从这边清 OK清除掉这样才OK 你不能从那个什么油漆桶这边把它拿 不行它清不掉 一定要从这边清除规则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方法一 用设定格式化条件来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要讲方法二 就是 利用程式来完成 OK 那怎么样利用程式来完成 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 讲好